馬秀全在意外現場,列車服務何時可以恢復? 港鐵說希望可以在凌晨4點完成維修 至於明早列車服務可否恢復就未有交代 在意外入面損威的路軌已經換了一折新的上去 至於架空電纜支柱的地基已經安裝了四口新的螺絲 又居民擔心如果明早不能恢復正常列車服務 上班上學時就會有很多人乘接駁巴士提早出門 港鐵工程人員入夜後繼續搶收架空電纜和路軌 包括更換損位的組件 至於能不能在早上全面恢復服務要視乎通宵搶收的進度 我們現在做的工作都幾繁複的 接著我們要鞏固架空電纜的支柱 然後我們才可以將受損的架空電纜拉好 接著就要更換受損的組件 我們初步看過路軌也都受到輕微的損位 而我們現在還在進行詳細的檢查 完成了這些工作之後 我們都需要在這個路段進行測試 確保所有系統是運作正常 部分居民要改搭接駁巴士 他們希望輕鐵服務可以盡快恢復正常 如果明天搞不定 那你上班應該有多少人 麻煩些 有區議員建議 應該在輕鐵列車洗經的路口 增設警告路牌 提醒其他車輛及早停車減少意外 但因為輕鐵擁有道路使用優先權 例如輕鐵走路口 通常會有訊號令前面的加通燈更快 我亦都聽過司機說 突然間轉燈的倒閉也倒閉不前 他建議港鐵亦都可以考慮 在列車洗禁的時候發出警號 提醒其他道路使用者 受影響的輕鐵路線705和706號 原本的頭班車是在早上5時多開出 港鐵就提醒市民在出門口之前 要留意電視電台的廣播最新消息 這裡的報導是這麼多 交回給你劉子欣 謝謝